ok 接下来我们看第25章 总复习题part4的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了 第17题A y等于5的3x减2次方的导数 我们这一题是先照抄一遍 对不对 然后因为底数不是1 我们就除以一个 我们乘以一个long5 还有呢 你要微分那个指数啊 微分指数3x减2呢 会等于3 所以你的3写前面 大概长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ok 第二题 3的1 2x的2x平方次方 所以我们3照抄为分分值得到4x 乘前去得到12x 然后1的2x平方次方非常好 第C的呢 A 3x四方 为分后 为分3x得到3 然后照抄一遍 因为底数不是1 所以乘上这个longA 还有后面这个加上 1的负3x四方 负3以下来 然后呢 就当然加减得减 写一起就可以了 ok 最后你的答案是3A的3x四方 longA 减去3乘上1的负3x四方 very good 这一题你有技巧的 你可以把这个1的2x四方分开得出 3x减2x得到x 2x减2x得到1 5x减2x得到3x 所以其实它要为分这个东西而已 为分哈 这个还没有为分的哈 为分后得到1的x四方 负1 为分得到0 这个1的3x四方 3写前去3的3x四方收工 第一 1的呢 x的a四方 注意哈 这个是底为x的哈 a拉下来 a减1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导数啦 然后a的x四方呢 你要超a的x四方 你的x太小了 应该在它上面 然后再乘上一个longA 因为它的底部是e的关系 OK 大概是这样的哈 f的呢 e的2x四方 还有cos2x 这个就两个函数相乘啦 我们一定要做乘法公式 保留前向 为分后向cos2x 因为会得到负的cos2x 跟cos2x 为分2x得到2 还有保留ecos2x e的2x为分后 会得到2e的2x四方 所以应该是写漏了这个吧 好 然后呢 你前面是得到负2e2x四方 后面 cos2x 后面也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哦 如果这个你要把它e的2 2e2x cos2x抽出来的话 你就会得到 1 这个几乎是抽完了 1-cortengen2x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后面的答案没有抽 后面的答案就这样子放这就好 OK 再来看18p啦 接下来 18p是正名题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正名题啊 so他的做 他的 我来看一下啊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e的负x四方 sine2x吧 对不对 可以打它当作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微分一次 保留前向 微分后向 微分sine是得到cos2x 然后呢 微分2x得到2 再加上保留sine2x为分e的负x会得到负1 所以是减去e的负xsine2x 嗯 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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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吧 是吧 那如果我可以 我可以不可以直接做呢 就是微分 还是不要的 还是不要 然后我们看一下 微分2次 前面这个呢 我们保留前向 微分cos2x得到 secondsOLD 这个应该也得到负 吧 富的 2 一 负x cos2x 在这个为分后得到这整个东西 所以我们照抄一下 但是它是减的 所以变成减2e-xcos2x 加 然后减减变加 e的xsin2x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是 -4加1得到-3 -3 -3 1的-xsin2x 然后这个是-4 1的-xcos2x 这样还要你证明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讲说 这个乘这个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有了嘛 y' 两个y'我们做一做 给它到乘2了 这个写后面 加上4的e-xcos2x 这个-2e的-xsin2x 再加上5个y 5个y就是5个e-xsin2x 然后你再加在一起 5-3-2得到0 加4-4去掉也是变0 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就会得到0 我就不写了 这个就是得到这个了 OK 好了 第十九题开始 微分有对数的 lonx的东西了 整个东西放分母 微分里面得2x 所以这题A的答案就是x平方加5的2x四方 呃分子2x 分子2x正确 整个东西放分母 微分里面得到6x加6 当然6x加6你可以抽6出来 得到x加1 然后分母也是可以抽3出来 得到x平方加2x 什么少了一个2 约减3 得到 得到这样子 但是其实好像约不了的东西 你就不需要理它了 你乘回进去 所以是2x加2 除以x平方加2x 后面是这样写的 OK 所以要注意你的增负 还有那个x不要漏的 抽3出来 你的x还没有 应该是没有抽的 所以这些东西你要注意 所以 再来看这一题 微分整个变区分母 微分里面得到1的x OK就是这样了 一步就做到 再来这一题 整个东西 sin平方4x放在分母 微分里面2拉下来 sin4x 微分sin4x得到cos4x 微分4x得到4 我们4可以移前来 42得8 sin4x可以约掉一个 得到cos4x 除以sin4x 你可以再缩短一下 把它变成content4x 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 当然你保留这样子 也是没有错的 alright 整个东西放分母 OK 所以以前第一步做的是 换底嘛 对不对 它不是long 它是lock 所以记得要处理这个long 整个东西放分母 微分 应该还没做完 微分这个分子 里面的东西 会得到3x平方 加3 对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 也是没有什么好做的 OK 所以应该就写在一起吧 好吧 x立方加3x减4 乘上这个long10 分之3x平方加3 就是这样了 写在一起吧 然后19题F 我来看一下19题F OK 因为它的底部是long 换底 你要记得要除以long5的 OK 再来呢 整个东西放分母 整个东西放分母 3x加7 然后微分里面是3 OK 没了 就直接这样 如果他们习惯把这个 放在long的前面 不过这样子写也就可以了 没什么问题了 好 再来看G的 G的这个呢 因为它除法 如果又除法公司的话 会稍微的比较麻烦一些 然后 然后你又 你应该知道说 long它的除法来讲呢 它可以把它变成减法 所以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先换成log dv2 减去 logdv2 x加3 那这个微分的话呢 就稍微的简单一些 我除以long2 整个就是x分之1 这里也是一样 除以long2 x加3 就放在这边 好 它的答案就是这样 当然你要再通分 也是可以啦 就会是得到 x乘x加3 long2 这个乘过来 x加3 这个乘过去减x x加3减x得到3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这样子做 就会简单一点 再来这一题 好像要做除法公式 除法公式了 我们来看一下 1加longx的平方 保留分母为分分值 得到x乱10分之1 x乱10分之1 对吧 这样子 减去保留分值 1加log10 1加logx 乘上x分之1 所以我们再进行通分一下 我们先进行分值通分 分值通分就是x乱10 这一边乘乱10乱10 这一边不用乘 这边就是1加longx x-7 log10-logx log10 诶,这个好像 好像不是很美哦 是吧 还是有什么其他方法来的 等下分5平方 哦 Glory 是是是是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logx 我们可以换底嘛 对不对 我换底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 logx除于乱10了 也就是说 这个乱10可以越掉 它基本上是乱x 这个加乱x-乱x 是去掉的 OK 所以呢 我们再多一个步骤 就可以整理了 反分数内向相乘为分母 x乘1加lnx的完全平方 乘ln10 分母剩下一减ln10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最后题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二题 说这个是要找二阶导数 然后sa1 我们先找一阶 一阶是x加1 对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x加1的负1次方 然后呢 二阶的话呢 负1拉下来 负1减1得到负2 负2的话就是2次方 再分母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x等于1带进去 我们就会有一加1等于2 2的平方4 所以负四分之一 就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在做一个 负1的负1 负1-5 这是在买工程中